宅吉,是道教术术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,与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关系最为密切。 众所周知,宅吉就是选择黄道吉日。 古人的黄黑道的选择非常重视,认为唯有选择黄道吉日进行日常活动,才能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。 有个遥远,黄道身方力动为,朱达造作最相宜,门庭昌上宫明显,代代而说化紫衣。 黑道凶行造与修,宅黄色乱臂精油,情方出入遭凶祸,万景庄前一旦修。 凡是黄道吉日,最适合动土、修造,以及结婚、开业等活动。 若逢上黑道日,便是凶日,不是以进行任何重大活动。 道教中的黄黑道的应用,不致限于日常的宅吉,更常用在排位、表文的书写上。 在道教的宅教法式中,排位和将表文书,是通神的关键信物,所以在书写过程中,非常重视黄黑道。 凡是提及到祖师明会、公关名称,以及到众和宅教名号的时候, 必定要把该字句落在黄道上,不认所求之事,能够顺利上并先庭。 为了能够确保所书文字与黄道相合,就需要逐行去计算黄道的位置,甚至要提前一行进行断句,并且要顶格书信,表示对此内容的重视。 黄黑道的选择有一套具体的推算方法。 传统技术以十二帝之字,丑、紧、毛、尘、四、五、位、深、有、曲、汉和基数,分别对应键、除、满、平、定、石、破、微、成、收、开、逼十二天星。 这十二天星本身是分黄道黑道的,一般来说,每一天星各之是一天,所以,每一天的黄黑道是有规律可循的。 很多数数先生在择日的时候,都会被送一段个谣,兼满瓶收黑,除为定制黄,成才皆可用,必破不吉祥。 黑中平不爱,黄中微不巧,建议出新收嫁曲,定义挂带慢修仓。 破除辽病之一补,微晚阿黄开帐梁,成开所作成开集,平买做事总平朝。 刀教把黄黑道用于台位,张表的书写上时,有一套与苏不同的秘传歌诀,原的道院几时通达,路有何一还乡,计算的时候,从文书的最右侧一行开始计算, 主行像作数,凡是落在带有走之底的行数上,此行便是黄道。 在这句歌诀中,道、远、通、达、摇、环,这几个字都是走之旁,所以在计算的时候,这几个字落在哪一行上,那么,这一行所属便是黄道。 十二字黄道法,这道教内应用非常广泛,不论是查日子、装备铁、写牌位,还是作章表,都要以这十二个字来计算。 所谓掐指一算,就是在用这十二个字去计算黄黑道。 如果遇到比较长的文书,一遍歌诀没有数完时,就要把十二字黄道法重新复始。 循环指章表的最后一行文字,黄黑道的落定规则保持不变。 使用十二字黄道法时,有两种不同的计算方法,其一约,凡是遇到祖师明慧,盛号等处,开始第一个字便要落在黄道上。 在书写章表时,因为盛号是要领起一行顶格写的,若兴起的这一行数,恰好不在黄道上,则需要在之前的行数中,提前进行促行分段。 这也是为什么在外人看来,道教招表的很多语句,明明可以连说,却要分行书写的缘故。 其二日,在书写台位,盛号时,书写的内容满身,也要奔出黄黑道。 从下笔第一个字开始计算,按照十二字黄道循环指数,最后一个字要落在黄道位上。 如十三个字的是唐上律代先祖靠宗金之位,循环一变后,最后一个字对应的正是道子,即为黄道,如此未推即可。 据传,道教所用黄黑道的计算方法,还分为大黄道和小黄道。 十二字黄道法的计算方法属于道黄道,小黄道的口诀为生老病死苦五个字,同样轮回循环使用,最后一字落到,升上,才算是符合黄道。 这正符合道教倡导的天道贵生的宗教理念。 道教使用的大小黄道计算方法,其实与民间所使用的方法是一脉相通的,均根源于十二见星的轮值顺序。 彼此之间的对照关系,于下表中可以一目了然。 十二见星与大黄道对照表,以正月见引起第一个银日见星,对比陈塑中所用的黄黑道计算方法,道教使用的方法自成系统。 其不仅是一套计算的方法,显然还承载了宗教对诗人的慈悲态度。 致使各自的歌诀还可被看作却是隐文,能明白其中的威严大义,也就距离正道更接近了一步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!